本期节目开始啊,咱们来讲讲保定水泥杀人藏尸案。 一说水泥杀人藏尸,大伙自然而然的会想到日本的灵爱水泥杀人案啊。 呃,这个案件咱们后面会提到,并且呢我这儿还有一个想法, 就是我们讲完这个案件之后,后面呢我们专门来做一个日本案件的相关主题, 在这儿呢也是征求一下意见,大伙啊感觉感兴趣的可以留个言。 如果大家都同意,咱们呢就专门抽出来这么二三十七的节目啊, 专门说说日本的案件。 行了,言归正串,这保定水泥杀人藏尸案的主角叫黄昌斌, 是1973年11月6号生人的。 要说起来啊,他的家庭环境啊,绅士啊,还真不错, 是出生在一个保定的老干部家庭,父亲呢是军官,母亲呢是军校的教员。 在七十年代初的时候,别说是军官教员了, 哪怕谁家,就出来一个扶兵役的,出来一个当兵的, 又都感觉可光荣了,所以黄昌斌啊,从小呢是养尊处优, 大家呢也都羡慕他。 甭管是在物质上啊,包括这个精神生活上啊, 都比绝大部分的孩子要好得多, 只是啊,父母呢工作都很忙, 尤其父亲呢常年在部队, 这样的话就有一个问题, 就是父母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管教孩子。 从少年时代开始啊, 黄昌斌呢,就表现出来了一个坏小孩的前置, 比如说,他在小学的时候, 就曾经多次去军队家属的那种大浴室啊, 去偷看女人洗澡, 现在大伙洗澡都是自己在家里边有淋浴, 啊,有浴缸,想怎么泡怎么泡,想怎么洗怎么洗, 过去啊,条件有限, 很多人洗澡呢,就得去那种公共的大浴室, 常在河边走没有不失邪的, 你总是去偷看人别人洗澡, 总会被发现的。 为这事啊, 他都不知道让他父亲打了多少回了, 上了中学之后啊, 变本加厉, 我相信啊,绝大多数的男孩子都是在中学的时候, 哎,就情窦初开了, 是吧,就知道有喜欢的女生啊, 喜欢的女同学了, 这黄昌冰也一样, 上中学之后, 他们班有一个女孩, 挺漂亮, 她呢,特别的喜欢人家, 就想着呀, 让人家当她的女朋友, 就追求表白当我女朋友吧, 人不同意呀, 啊, 黄昌冰什么人呢, 再者说了, 现在才刚上中学呀, 这就搞男女关系, 那不行, 黄昌冰一看你不是不同意吗, 有一天呢, 趁着晚自习, 在学校厕所外边, 就拦住这个女孩了, 你必须得跟我交往, 你必须得当我女朋友, 你必须得跟我搞对象, 那女孩一看神经病吧, 断然就拒绝了, 黄昌冰啊, 当时就感觉脸上挂不住了, 下不来台了, 恼羞成目, 伸出手来, 对着这个女孩的头上脸上, 啪啪就打了过去了, 女孩子, 哪打得过人高马大的黄昌冰吗, 瓦拔的就在那哭起来了, 照理说喜欢的女孩在自己面前哭, 那这个男生应该是整个心都融化了呀, 啊, 赶紧上去哄吧, 可黄昌冰不是, 黄昌冰啊, 把他摁倒在地上, 用力地抓这个女生的胸部和下体, 这哪是学生啊, 这是地地道道的流氓色胚子呀, 这时候呢, 正好赶上一个老师来上厕所, 黄昌冰一看, 有人来了, 这才被吓跑了, 女孩回去之后, 就把这事告诉家长了, 家长一听这个气呀, 怎么让我闺女在学校受人这么欺负, 得找学校告状去, 学校知道情况之后, 是校长亲自出面, 约黄昌冰的父亲过来, 当面聊聊, 黄昌冰的父亲一听, 哎呀, 我这个逆子啊, 这个畜生啊, 怎么能干这事呢, 气个半死, 回家之后, 把黄昌冰是这一顿打呀, 打完之后, 这还是自己儿子呀, 要真说因为这事受了什么处分, 被学校开除了, 我儿子的前程怎么办的, 他又去求学校, 因为黄昌冰父亲的这个身份啊, 学校呢, 也得给个面子, 就没有对黄昌冰进行处分, 这个女孩的家长啊, 后来也知道了, 感情这小流氓的家人, 这都是部队里边的高官, 算了吧, 咱也惹不起了, 转校吧, 不在这上了, 人就走了, 按说, 黄昌冰得到这次教训, 你应该以后是痛定思痛好好学习, 争取为自己博得一个远大前程, 黄昌冰哪是这种人呢, 他想的是什么呀, 哎, 你看我这么欺负他啊, 什么事没有, 我爸爸照着我, 在这之后更是肆无忌惮了, 上了高中以后啊, 黄昌冰更是成为了班上的刺头, 谁都不服, 谁也管不了他, 老师看他都头疼, 高中时期是多关键的学习阶段啊, 人同学们呢, 都好好的看书, 语文数学, 物理化学, 这黄昌冰呢, 也好好看书, 可看的书是不一样的, 黄昌冰整天看的就是那些黄色银贿作品, 甚至在高考前一天, 黄昌冰还借来了好几本黄书呢, 就这个, 你能考上大学, 你能考上见了鬼了都, 高考失败之后, 父母呢, 也是利用关系, 把黄昌冰啊, 就送到部队, 就入武参军了, 他就成了工程兵某部的一个普通士兵, 黄昌冰这人, 虽然从小就坏啊, 虽然是从小的地道的小流氓, 但是啊, 他不笨, 挺机灵, 在军队期间呢, 他的土木作业水平非常的高, 你真教给他点什么活, 他都能给你漂漂亮亮的完成了, 还学会玩枪了, 当兵你得练习射击啊, 他的父母也满心指望着, 在部队摔打几年, 能够改变他的这个本性啊, 能够出来之后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, 可是这几年军旅生涯, 对他是丝毫没有改变, 退伍之后啊, 是越来越坏, 开始公然的混迹各个歌舞厅, 在歌舞厅里边啊, 黄昌冰就是奔着各种女人去的, 看见这个漂亮, 就上那儿搭讪几句, 看见那个漂亮, 就来这儿聊撒几下, 他还和其中的不少女人都发生了关系, 他的父母也知道, 黄昌冰不学好, 但是小时候就管不了, 这都这么大了都成年了, 更管不了了, 算了随他去吧, 之前呢, 黄昌冰虽然是为非作歹, 但也不算是大奸大恶之辈, 可是, 在一九九七年三月, 黄昌冰犯下了大事了, 有一回在一个歌舞厅里边, 看见了一个漂亮的女孩, 咱们呢, 就跟这个女孩叫小花吧, 这小花呢, 穿得很性感, 很暴露, 一看呢, 这就是情场高手啊, 经常混迹于这些酒吧歌舞厅的人, 黄昌冰一看, 恨不得哈喇子都掉地上去了, 就去邀请小花跳舞, 但是小花呢, 拒绝了, 不好意思, 我跟我男朋友一起来的, 黄昌冰一听, 怎么着跟男朋友一起来的, 四处这么一看, 没见着有什么男人, 什么男朋友啊, 你骗我的吧, 我男朋友上厕所去了, 马上就来, 你别烦人啊, 你快走开, 黄昌冰从小是傲慢惯了, 从上学时候开始到当兵, 谁敢惹我呀, 谁敢这么跟我说话呀, 你说什么呢, 你让谁走开啊, 你看看你自己打扮, 不就是个鸡吗, 装什么淑女啊, 我今天呢, 还就要你赔, 你是跳也得跳, 你不跳也得跳, 说完, 黄昌冰就去拉小花, 小花呢, 赶紧反抗, 哎呦, 这俩人呢, 就闹到一块去了, 突然之间呢, 黄昌冰就感觉, 被人用力地推了一下, 一回头, 啪, 一个高高壮壮的小伙子, 站在他背后, 你他妈干什么的呀, 你搞事啊, 你快把我女朋友放开, 要不然, 我弄死你, 黄昌冰一听, 行啊, 你高高壮壮的, 我也不是瘦瘦弱弱的呀, 黄昌冰啊, 身高也有一米八, 他也不好惹呀, 还当过兵啊, 你弄谁啊, 这句话还没说完呢, 黄昌冰一拳头, 啪就抡了过去, 俩男人呢, 哎呦, 啪啪五六这一顿打呀, 这舞厅里边唱歌的, 跳舞的也都停了, 还跳什么呀, 就看俩人在这打架吧, 虽然黄昌冰挺厉害, 手脚挺麻利, 但是还是打不过那小伙子, 连着吃了几个拳头, 脑袋还被砸了一酒瓶子, 黄昌冰这个气呀, 啊, 怎么着, 赤手空拳不打不过你吗, 老子身上有刀, 蹭扔一下, 把身上弹簧刀就拔出来了, 啊, 一刀就捅了过去, 这一刀啊, 正好就捅在了这小伙子的肚子上, 这小伙子是一声惨叫, 我这肚子哐腾就倒了下去, 那血呀, 哗啦就流出来了, 这小花儿一看男朋友受伤了, 也吓得不行了, 哎呦, 了不得了, 杀人了, 杀人了, 黄昌冰, 这时候也慌了神了, 原来啊, 是啊, 也欺负人, 也耍流氓, 可没捅过人呢, 头一回干这事啊, 慌不择路的, 就跑出来了, 这回也不敢回家了, 当天晚上, 就躲在了一个朋友家, 在来书歌舞厅这边, 这小伙子伤得那么严重, 周围人呢, 就赶紧打了120, 经过抢救, 总算性命是保住了, 到了医院之后, 这可是严重的伤人事件呢, 医院方面呢, 人就报了警了, 到第二天, 警察就追到了黄昌冰的家里, 这时候啊, 黄昌冰的父亲已经退伍了, 成为了保定式的一位高级干部, 听说儿子把人打成重伤, 这个老头子啊, 这一辈子都是刚正不阿呀, 啊, 怎么就养了这么个逆子呢, 给他气的呀, 在父亲的命令之下, 三天之后, 黄昌冰向警方自首了, 经过父母的再三活动, 再加上黄昌冰呢, 也有自首情节, 再加上, 那小伙子没有性命之忧, 黄昌冰因故意伤害, 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, 入狱之后啊, 黄昌冰积极改造, 也是获得了减刑, 最终呢, 在里边待了两年, 1999年三月份的时候, 就被释放出狱了, 出狱之后, 黄昌冰的父母还是希望他改邪归正, 把自己名下北市区新北市区, 每街120号的一套房子, 就过户给他了, 还每个月给他生活费, 是又给房子又搭钱的, 这老两口啊, 现在的心态也都变了, 过去, 孩子上学的时候, 刚当兵的时候, 还指望儿子有一天, 能出人头地, 现在没那念想了, 只希望别出去闹事, 别为非作歹, 就烧高香了, 可是啊, 黄昌冰很快, 又混到歌舞厅去了, 这时候, 认识了一个小姐, 叫赵丽娟, 赵丽娟一看黄昌冰, 人高马大啊, 长得挺帅气, 家庭环境又挺好, 哎呦, 很快也喜欢上黄昌冰了, 俩人呢, 就开始了同居, 可是啊, 这黄昌冰, 没把赵丽娟当回事, 在和赵丽娟同居的时候, 只要说赵丽娟不在家, 隔三差五的, 就带女人回去过夜, 2000年的时候, 黄昌冰呢, 在歌舞厅里边, 又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叫红红, 这俩人呢, 经常一块跳舞, 这红红啊, 不是坐台小姐, 只是普通的社会女青年, 但是呢, 喜欢玩, 很开放, 通常情况之下, 这类女孩子呀, 脾气都比较火爆, 性格呢, 都比较倔强, 别的女孩啊, 都是顺着黄昌冰来, 这红红呢, 可不吃黄昌冰这一套, 经常顶撞黄昌冰, 黄昌冰呢, 突然就觉得, 哎, 你说我要是把他弄到手, 虐待虐待他, 嗯, 有意思, 这肯定好玩, 于是就选择了红红作为猎物, 几周之后, 黄昌冰呢, 就邀请红红到家里边做客, 红红知道黄昌冰是高干子弟, 嗨, 跟他去行啊, 玩玩呗, 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, 竟然会有危险, 随后在家里, 黄昌冰对红红就进行了残酷的虐待, 红红啊, 性格很强硬啊, 很刚强啊, 啊, 被虐待昏迷之后, 再醒过来, 他就发誓了, 我得报仇, 你这个畜生, 你别想跑了, 我一定报警, 我告你强奸, 黄昌冰一听行啊, 你报警去吧, 你是跟我来我家的, 不是我绑架你来的, 我说我们是谈朋友, 你看警察相信谁啊, 你, 你把我打成这样, 警察会相信你, 你等着坐牢吧你, 听红红这么说, 黄昌冰呢, 也害怕起来, 是, 你说我要没打他, 没虐待他吧, 他报警我还真不怕, 可这浑身的伤痕, 这警察一看说不过去, 再者说了哪怕, 不算我强奸他, 最后给我安个故意伤害罪, 我这也受不了啊, 黄昌冰又一琢磨, 强奸罪, 量刑是五年以上, 加上故意伤害罪, 最起码得蹲上个七八年, 不管怎么说, 我在监狱里边待过呀, 那里边的滋味我知道啊, 我可不回去了, 犹豫来, 犹豫去, 黄昌冰啊, 一狠心, 得了吧, 你啊, 甭活了, 杀人灭口, 于是, 黄昌冰找来一根电线, 把红红活活的就勒死在了床上, 红红说什么也没想到, 自己啊, 那一句气话, 招来杀身之祸, 人在死之前都会拼命地挣扎, 一般情况之下啊, 说我要杀人了, 看见这被害者在那挣扎, 心里会留下阴影, 会害怕, 会紧张, 但黄昌冰不是, 黄昌冰感觉有意思, 打着很好玩, 看着这么痛快, 从此是欲罢不能了, 喜欢上这种感觉了, 当天晚上, 他就到了公园里边, 约到了一个曾经认识的座台小姐, 黄昌冰呢, 取出来三百块钱, C在这个小姐的手上, 这小姐呢, 一看哦, 黄哥来了, 这高干子弟, 有钱, 行啊, 想怎么玩怎么玩呗, 这是我的职业, 我要讲职业道德呀, 可他没想到, 跟着黄昌冰回家之后, 跟红红的下场是一样的, 这个小姐呀, 也被黄昌冰勒死了, 因为黄昌冰现在感觉最好玩的, 不是男女床上那点事了, 而是虐待女人, 勒死女人的这个过程, 这个游戏很好玩, 可是, 把人都弄死了, 嘶, 他们的尸体怎么办呢, 我得藏起来呀, 要不这尸体一发臭, 让人一发现, 警察不得找上我呀, 我不又进监狱了呀, 那不行, 咱上期节目说过, 黄昌冰呢, 当过工程兵, 手艺不错, 有点泥瓦匠的那几本工, 他呢, 把两具尸体, 就装进了一个衣柜, 然后啊, 家里装修的时候呢, 剩下了不少水泥, 把衣柜内外, 都填满了水泥, 把两具尸体就砌起来了, 这两具尸体, 就被封在里边了, 因为是封闭的, 这尸体的臭味, 就不会散发到外面来, 也就不会被人发现, 除非你把水泥箱子, 给它打碎了, 要不然呢, 没人会发现里面的尸体, 顶多, 我把这水泥大衣柜扔了, 逼人骂一句神经病啊, 把水泥浇这里边干嘛呀, 但很少有人会闲得没事, 一块一块地把这水泥再给敲开, 这比碎尸之后随便扔, 要安全得多, 用了没几个钟头, 黄长兵就把两具尸体, 都封在水泥箱子里了, 干活也干累了, 倒头就睡, 第二天一大早, 咚咚咚咚就听见敲门声, 这可把黄长兵吓坏了, 哎呦, 可便是警察来了吧, 我这不至于啊, 我这刚把他们弄里边, 警察就找上来了, 后来呀, 轻手轻脚的, 到门口往外这么一看, 哦, 不是别人, 是自己的妈妈, 妈妈进了屋之后一看, 爷, 您弄这么个大水泥箱子干什么呀, 哦, 我那个锻炼用的, 我可以站在上边, 拉引体向上, 他妈妈也知道, 自己的儿子呀, 好动, 过去又当过兵, 一身蛮力气没处使, 行啊, 玩就玩呗, 可毕竟是杀了人了, 黄长兵这心里边啊, 还是很慌张的, 生怕警察找到蛛丝马迹, 找他头上, 随后呢, 带着女朋友赵鸿轩, 就逃到北京去避风头了, 在北京待了几天, 又去了辽宁丹东, 就这么着过了差不多半年吧, 他一看也没什么情况, 自己还安慰自己呢, 嗨, 我这大惊小怪的啊, 没事, 老在外这么飘着, 也不是回事啊, 又当北飘儿, 又当单飘的, 回家吧, 就又回到了老家保定, 可是回到自己那房子里边, 这房子里有两具尸体呀, 白天的时候想不出怎么着, 到晚上的时候是真害怕, 加上既然有了命案了, 也不能再跟家人联系了, 得了吧, 我也别在这住了, 就和女朋友赵鸿轩, 在郊区呢, 租了一间房子, 可是不跟家里联系了, 也就没有经济来源了呀, 他没工作呀, 平时吃穿用刑都是靠跌麻救济啊, 哎呀, 没钱这可怎么办呢, 我得想想方儿, 哎, 有了, 有主意了, 干嘛呢, 带着一万块钱本钱, 找他曾经的育友刘亚飞, 去赌场玩牌去, 嘿, 这咱要是手气好, 一万变十万, 十万变百万, 马上咱就百万富翁, 一万块钱拿过去夸夸这么一赌, 没多长时间, 别说一万变十万变百万, 嘿, 这一万哪是没了, 还倒搭出去八万块钱, 输了, 哎呦, 这黄昌兵也不是傻子呀, 这玩牌的局可是刘亚飞组的, 他张我的, 这摆明了, 这小子是社局骗我呀, 这时候的黄昌兵手上已经有两条人命了, 哼, 宰一个是宰, 宰俩也是宰, 宰多一个呀, 咱也无所谓, 所以2000年11月2号, 黄昌兵带着把刀, 就来到了刘亚飞家, 就找他算账去了, 刘亚飞呢, 不在家, 开门的是刘亚飞的妻子, 亚飞呢, 哦, 有事, 没在家, 黄昌兵一想啊, 反正也是要杀人, 杀谁不是杀呀, 杀了他是报复, 把他媳妇宰了, 这不也是报复吗, 哦, 行嘛, 就你吧, 三下五除二, 就把刘亚飞的妻子打倒了, 捆了起来, 随后呢, 捅了他妻子三十多刀, 又拿走了两万块钱的现金, 这可就是第三条人命了, 既然在这儿又杀了人了, 接着跑吧, 黄昌兵和赵洪娟呢, 就又逃到了广西平祥, 平祥有他一战友, 叫阿强, 这阿强退伍之后啊, 以犯腔贩毒为生, 这都是掉脑袋的打罪过啊, 黄昌兵就拿出来抢到的钱, 从阿强手上买了一支越南贩卖过来的手枪, 是美式史密斯维森佐伦手枪, 十一月三号凌晨三点, 黄昌兵呢, 拿着手枪在南宁, 抢劫了一个女青年两千块钱的财物, 还打算把这女青年绑架之后虐待杀死, 正好啊, 这时候有联防队员在这经过, 黄昌兵一看, 这事干不了了, 赶紧跑吧, 这次抢劫得手之后呢, 故技重施, 又找了一个少妇, 也是绑架, 姓虐待, 在这之后用匕首杀害, 但这一回只抢到了几千块钱, 但是他也感觉很快乐, 因为毕竟虐待别人, 杀害别人的过程, 让他感觉很刺激, 很兴奋, 随后, 把这个少妇的尸体, 又用水泥, 砌在了出租屋的灶台底下, 在这之后呢, 黄昌兵又在南宁, 绑架了一个座台小姐, 从身上搞到了六万块钱, 又把他开枪打死了, 这回枪杀完小姐之后啊, 黄昌兵对手上这枪不满意了, 不好使啊, 一日也大啊, 这既性能也不怎么样, 处理掉吧, 就又到了阿强那儿, 兄弟, 那枪不好使, 你再给我来一把, 这一回买了一把, 美式科尔特M1911, 半自动手枪和奇葩子弹, 这枪可了不得呀, 这得是有品位的人, 懂军火的人, 才玩这枪呢, 带着新枪, 黄昌兵, 就逃到了武汉, 2003年10月31号, 下午4点35分, 在汉口顺道街, 又把两名女子绑架, 劫财, 警方接到报警之后呢, 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, 在解救人质的过程之中, 这黄昌兵又开枪, 打伤了两名民警, 随后呢, 逃之夭夭, 武汉市公安局行侦处的技术人员, 火速地赶到现场, 很快, 对逃犯进行了模拟画像, 犯罪嫌疑人, 身高一米八左右, 操着北方口音, 从现场提取的弹头, 认定, 这凶犯的, 所持有的, 是美国造科尔特M1911型手枪, 从这个凶犯遗留的一件西服里边, 发现了四张河北河南山东地区的身份证, 以及印有河南信阳地区的电话号码的一个打火机, 所以认定, 他应该是在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活动, 以他的凶残程度来判断的话, 很可能有强客, 不至于说一开始作案就玩这么大, 第二天上午, 专案组就确定将侦查重点放在河北河南山东这三个省份, 并且派出了五个小组, 分别到这三个省份进行调查, 通过调查, 得知啊, 这个嫌疑人, 10月29号晚上6点左右, 走出汉口火车站, 并且穿的比较厚, 是北方口音, 所以呢, 专案组就沿着京广县, 开始查, 到了信仰, 到了郑州, 11月2号晚上6点左右, 刑侦处侦察员通过上网比对, 发现河北宝定网上通缉的杀人逃犯黄昌兵, 与1031案犯极为相似, 专案组刑警经宝定市公安机关核查, 发现黄昌兵在2000年11月2号在宝定杀死一人, 同时发现广西南宁市公安局去年也曾到宝定追捕杀人一犯黄昌兵, 几方的信息这么一对, 那行了, 没有怀疑了, 认定这些案件的作案人是同一人, 也就是黄昌兵, 公安部随后在全国范围之内发布B级统计令, 2003年11月3号, 专案组呢就取得了进展, 这黄昌兵啊与河南新阳的一个女人有过频繁的联系, 刑警深入当地酒店卧底调查, 发现这个女人叫孟凡也是坐台小姐, 而跟孟凡熟悉的另外一个坐台小姐说, 说10月31号晚上, 与他在一起打麻将的孟凡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匆匆忙忙就走了, 2003年11月12号, 刑警又挖出了一条重要线索, 在信阳开出租车的傅某曾经在10月31号搭载过孟凡, 以防打草惊蛇, 专案组的刑警呢假扮成江西的客商, 让傅某开车到信阳鸡公山一带, 然后依法对他展开讯问, 证实了孟凡曾经到武汉接过人, 据这傅师傅说呀, 10月31号晚上, 一个女的急匆匆的到了信阳火车站, 就在这儿呢, 碰上了傅师傅, 说马上去武汉, 愿意出450块钱包车, 傅师傅原本啊, 说跑这么远的道尔大晚上的也不愿意跑, 不安全可一看是个女人, 那行啊, 钱也不少, 这趟活直当干, 当天晚上十点左右, 傅师傅开车就进入到了武汉市郊的东西湖去, 这包车的女的呢就让她停车, 然后开始打电话, 没多久又开车开到了汉阳安泰酒店附近, 一个男的就上了车了, 随后连夜赶回了信阳, 武汉警方确认, 这也就是孟凡到武汉接应黄昌兵的全过程, 2003年11月16号下午2点左右, 赴河南的武汉专案组刑警在河南警方的配合之下, 查出来黄昌兵等人呢, 很可能溜到了河南南阳, 随后专案组民警兵分四路赶赴南阳, 布下了天罗地网, 18号中午12点左右, 黄昌兵果然出现在了专案组刑警早就锁定的八一路上, 民警呢, 穿着便衣, 就跟在他后边, 一边跟着走, 一边呼叫增援, 这黄昌兵啊, 也没在意, 就走入了八一路一家名为华中西望读书社的书店, 一进去, 六个刑警突然就冲进去, 把黄昌兵就摁倒在地上了, 随后武汉警方赶到黄昌兵在当地的租住地, 是南阳市工业路189号西南角二单元102市, 留在房里的孟凡也落网了, 民警呢, 从房间里啊, 搜出了一把已经上堂的军用手枪, 一把匕首, 以及几张假身份证, 随后又对孟凡展开了讯问, 这孟凡不是别人, 正是赵洪娟, 只是在逃亡的过程之中啊, 为了安全改了名字了, 2004年2月24号, 黄昌兵一案, 被当地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, 黄昌兵自2000年起, 先后作案六起, 持枪、刀等凶器滥杀无辜, 导致五人死亡, 两人重伤, 绑架勒索人民币六千余元, 盗窃人民币两万元, 强奸妇女一人, 持枪抢劫, 非法买卖枪支两支, 子弹十七发, 黄昌兵一共被控涉嫌故意杀人, 抢劫、绑架、强奸、盗窃、 非法买卖枪支罪等六项罪名, 黄昌兵案呢, 就为您讲完了, 明天节目呢, 咱们就开始讲讲, 和黄昌兵作案手法高度相似的一起日本案件, 灵赖水泥杀人案, 咱们明天节目再会, 今天呢, 咱们来说说安徽杀其惨案, 咱们从什么时候说, 1995年, 这一年的九月份, 20岁的沐远松中专毕业, 就留在了安徽合肥, 被分配到了安徽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工作去了, 由于沐远松呢, 出身于农村, 学历啊, 也不高, 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说, 能在省城安个家, 这就可以心满意足了, 工作之后, 接下来可就是找对象了, 是吧, 谈恋爱, 结婚生孩子, 这辈子安安稳稳的, 这就算驶入正轨了, 很快沐远松啊, 跟他的那个所在的车间的班长陶自平, 就谈起恋爱了, 陶自平呢, 比沐远松大五岁, 只是初中毕业, 但是啊, 技术过硬啊, 人家呢, 脾气也很好, 很温和, 父母呢, 也都是工人, 算是城里人, 这让小木啊, 非常的心动, 1997年元旦, 他们俩呢, 就喜结莲礼来结了婚了, 一年之后, 两个人的儿子也出生了, 俩人这人生的三部曲啊, 可以说是顺顺当当, 平平稳稳, 婚后生活甜甜蜜蜜, 沐远松的亲戚们啊, 原来的同学们啊, 都挺羡慕他的, 可是, 儿子出生之后, 夫妻俩的矛盾可就出来了, 他们儿子出生满月之后啊, 得摆满月酒, 就邀请这些同学们啊, 朋友们啊, 前来参加, 这一天呢, 在这么多前来祝贺的亲友里面, 有那么一位珠光宝妾的女人, 看着呀, 就很雍容华贵, 特别的引人注目,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? 是沐远松的同学, 人家呀, 找了一个好丈夫好老公, 她丈夫呢, 是一家国有企业的经理, 看人这经理夫人穿的戴的, 人这个讲究啊, 气质跟原来那也不一样了, 沐远松这心里边呢, 就有点不是滋味, 原本以为啊, 自己在同学里边过得算不错的, 找了一个城里人, 并且呢, 自己的丈夫, 技术啊, 这个工作呀, 也都还算可以, 哪知道还有更好的, 这两位呢, 当时啊, 上学的时候关系还不错, 可以说是无话不谈, 她这同学呢, 就问沐远松, 远松啊, 你爱人在厂里做什么呀, 啊, 我认识她两年了, 还是当初那个小班长呢, 嘿哟, 现在这年头, 人要进步, 一要拍马屁, 二要送礼, 三呀, 要做表面文章, 我看你爱人挺老实, 你呢, 得时常点拨点拨她, 让她买些东西啊, 到领导家里边, 多走动走动, 同学呢, 可能是个好心啊, 也是说者无益, 但是小木, 那是听者有心了, 当天晚上睡到床上, 哎哟, 是颠来倒去睡不着, 于是呢, 就跟丈夫商量起来了, 老婆呀, 就把这想法跟陶自平说了, 自平啊, 你也给领导送送礼, 总这么当个小班长, 这算怎么回事啊, 陶自平呢, 很正直, 感觉挺可笑啊, 平白无故的, 给领导送什么礼吗, 你要是男人, 你就也当个经理什么的, 你混出个人样来, 嘿嘿, 我现在就不是人样了, 啊, 那些溜须排马的事, 我可不干, 我看不上, 牧远松, 于是就拧着丈夫的胳膊, 一边在那拧, 还一边在那骂他, 你这个没用的男人, 嫁给你, 还不如嫁给木头呢, 一说完, 扭过身去搂着孩子, 一声不吭就睡觉了, 让老婆抢白了这么一顿, 这陶自平也有点发懵啊, 嘿, 这牧远松什么意思啊, 这到底是个什么心思啊, 他弄不明白, 但是他知道老婆呀, 是真生气了, 第二天呢, 牧远松人自己啊, 就做好准备了, 买好了礼品, 回来呢, 给了陶自平, 让陶自平往领导家里边送, 陶自平呢, 还是觉得老婆这样不对, 这种行为很可笑啊, 俩人话不投机, 一来二去, 就又吵起来了, 牧远松, 别看比陶自平小五岁, 但他可是个有心机的人, 接下来的几天呢, 他也算是明白了, 虽然是我的丈夫, 虽然是我的男人, 虽然是家人, 但是我也得动点小心思了, 他就用了一招苦肉计, 故意对孩子不管不问, 还把奶水呢, 挤在碗里边都倒了, 刚满月的孩子呀, 这没奶吃那还了得啊, 在那哭个没完没了, 牧远松呢, 自己看着说实话也心疼, 哪个妈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呀, 但他狠些心来, 跟孩子说了, 这不都怨你爸, 他不争气吗, 咱不就图他有个长进吗, 儿子在那儿乌里哗啦地哭着, 陶自平呢, 赶紧地就哄媳妇, 就跟他讲和, 远松啊, 有什么话好说啊, 你别饿着咱儿子也, 这才满月, 你看得哭得, 哭得你不难受吗, 反正我这心里边难受, 不过, 陶自平还是很有原则的, 他也跟牧远松说了, 远松啊, 你就说嘛, 你想让我干什么吧,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, 就是别让我去送礼, 咱们实在是没有来由嘛, 你说也没什么事找他, 你给他送礼干什么的呀, 丑着儿子是越来越瘦, 牧远松啊, 终究还是不忍心, 于是呢, 把满腔的怒火, 可就全发泄向丈夫了, 陶自平, 你没长人脑子, 以后你就别像个人似的上床睡觉了, 这儿子呀, 算是吃上妈妈的奶了, 可是这父亲呢, 以后是上不了床的, 只能睡在地板上, 这么一来, 夫妻俩的矛盾越来越深, 这矛盾可就算生了极了, 刚结婚的时候啊, 牧远松呢, 把所有的家务活都一手包揽过来, 可是, 自从觉得自己的丈夫没有出息之后, 就把家务活全推给丈夫了, 陶自平整天也得忙工作, 回来还得忙家务, 忙里忙外又当爹又当妈, 就希望赢得妻子的谅解, 俩人呢, 能破镜重圆, 是吧, 能够恢复和好如初, 可因为不是对症下药啊, 牧远松要的就是陶自平送礼, 陶自平当领导, 所以, 你陶自平家务活干得再好, 你工作再上心, 牧远松看不上这个, 所以陶自平忙活半天换来的, 是牧远松更加气人的, 更加让人无法理解的冷言冷语, 时间转眼到了1998年, 3月17号晚上, 陶自平做好了饭菜, 就喊牧远松来吃饭, 牧远松呢, 在那冷嘲热讽, 人家的男人当官发财, 像你这样的男人, 只配做饭, 你不配吃饭, 你就别吃了, 这陶自平的听着心里不设滋味啊, 哦, 说实话, 家里吃喝拉撒的钱是我挣的, 回来之后饭也是我做的, 我忙活半天, 最后我连饭都不能吃了, 他就感觉自己一点尊严都没有了, 这心里边啊, 也算是彻底地含了心了, 牧远松, 我没本事当官, 害得你不能出人头地, 不能去你那些同学朋友面前显摆, 咱们离婚吧, 说完了, 一摔门就走了, 剩下牧远松在家里边, 可就发起呆来了, 哎呦, 他原来对我不这样啊, 怎么现在他敢摔门就走啊, 牧远松也睡不着了, 啊, 一直坐到了后半夜, 虽然他恨丈夫死脑筋, 但要真说离婚, 牧远松可从来没想过, 毕竟还是有感情呢, 那天晚上啊, 他思来想去, 觉得丈夫呢, 也是有不少好处的啊, 从来不跟同事玩扑克玩麻将, 挣来的工资全部上缴给他, 工作认真, 在公司里边啊, 人缘特别好, 下班了忙活起家务那是毫无怨言, 自己说话再难听他也不吭声, 处处忍让自己, 于是第二天, 牧远松啊, 就到婆婆家把丈夫接了回来, 你看, 这跟往常情况, 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正相反, 一般是夫妻吵架, 媳妇跑到娘家去了, 丈夫赶紧去娘家哄, 这牧远松赶紧到婆婆家, 把丈夫哄回来, 牧远松呢, 这一天呢, 是主动下厨做菜, 亲手为丈夫斟酒夹菜, 吃完饭之后, 牧远松拉着丈夫到床上睡觉, 喂哟, 这陶自平, 感觉这是受宠若惊啊, 我这家伙一直睡地板, 今天能睡床上了, 平时我做饭都不让我吃, 今天他做饭了还给我倒酒这了的吗? 眼瞅着呀, 俩人呢, 这就算和好如初了, 又能过平平稳稳的幸福小日子了, 可是牧远松这一次对丈夫虽然算是忍让了, 但是他并不打算回归过去的那种平民生活, 那他不想着过穷苦日子了, 没过多久, 他就和颜悦色地跟陶自平提出新要求了, 这也算是换了这种新的策略了, 自平啊, 你不是当官的料, 我从今以后呢, 也不逼你了, 可你也得想想办法, 搞个第二职业吧, 挣点钱, 咱们先把欠的账还上, 再把日子过得滋润一点, 人家一个月挣个万八千的, 你一个月哪怕挣个两三千也行啊, 俩人呢, 其实这么多年呢一直还有外债, 因为工资不高, 结婚的时候啊, 欠了五千块钱, 两年多了, 这也没还上, 五千块钱, 对于九十年代末来说, 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, 那也算是个大数字, 他们家确实算不上富裕, 可是啊, 人就得看跟谁比, 你跟人家富豪比, 那是比不上, 但是你跟那些下岗职工比比呢, 陶自平就觉得, 我够幸运了, 我够幸福了, 有吃有喝的, 陶自平就说, 远松啊, 单位上忙, 这你知道, 我哪有功夫搞第二职业吗, 这话还没说完呢, 沐远松可就变了脸了, 比那川剧变脸还快呢啊, 陶自平啊, 你不会当官也就算了, 你再不会赚钱, 你还活着干什么呀, 呵嘿, 远松啊, 现在这年头, 谁不想赚大钱呢, 钱是那么好赚的呀, 我一没有资金, 再说文化也不高, 这么多年一直待在公司里边, 对外面的赚钱门道啊, 咱也生疏得很, 你说我怎么挣大钱呢, 这钱不是想想就能挣来的呀, 话还没说完呢, 沐远松啊, 拿起晾衣架, 朝着陶自平脑袋上, 巴就给了一下子, 紧接着, 又抓起了瓶瓶罐罐, 劈头盖脸的, 朝着陶自平身上就砸了过去, 陶自平啊, 让他媳妇打得跟踩过似的啊, 身上好几个地方都被划破了, 赶紧的吧, 我也不能打老婆呀, 就逃出家门, 地上啊, 全是被砸坏的各式各样的家伙事, 那么这场闹剧该如何收场呢?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, 陶自平让他媳妇打得呀, 跟踩过似的啊, 慌慌张张逃出家门, 等他走了之后, 家里地上到处都是他媳妇, 把东西扔完之后剩下的那些碎片, 无奈之下陶自平厚着脸皮, 又去找自己的妈妈去了, 妈妈年纪也大了呀, 为了把家维持下去, 也为了把日子过下去, 他呢, 跟自己的老母亲要了五千块钱, 把债给还了, 照理说原来他可是拉不下脸来的, 他就感觉我上了班了, 结了婚了, 给我养着我的老妈, 我哪能跟我老妈要钱呢? 哎呦, 这五千块钱要回来, 尽管心里不是滋味, 但毕竟能把外债还上, 挺直了腰杆就回家了, 可是啊, 他的心呢, 确实是疼, 为什么说心疼呢? 那五千块钱, 是在广州打工的弟弟, 给老母亲寄回来的血汗钱呢, 陶自平就想不明白, 刚毕业的时候, 慕远松这个小姑娘啊, 羞羞怯怯怯的, 刚结婚的时候呢, 也温柔体贴, 所以陶自平才那么喜欢慕远松, 才那么爱他, 怎么就这么一两年的功夫, 就变成了一个喜怒无常的泼妇了呢? 其实慕远松啊, 也想不明白, 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啊, 经济开始快速发展, 这是大时代的因素, 在现代化的城市里面, 那是色彩缤纷呢, 各式各样的大商场, 那大玻璃橱窗展示的各式各样滑贵漂亮的衣服, 也有好多的女孩长得漂亮, 穿着洋气, 在大街上四处招摇着, 也有一些成功男士啊, 开着豪车, 那个年代的豪车, 桑塔纳, 对吧, 奥迪, 人满街跑, 为什么, 自己只能过着清贫的寡淡生活呢? 为什么, 我的男人就不能像别人的丈夫似的那么有出息呢? 他怎么就不能争口气呢? 难道我就不配穿金带银, 我就不配吃牛排喝咖啡就大算吗? 对穆远松来说, 幸福的标准已经有所改变了, 刚毕业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, 那时候感觉幸福就是我从农村到了城市了, 我扎下根来了, 我找着工作了, 我又找了一城里人结婚, 这就是幸福, 但现在来看不是, 人哪, 永远不会执足, 永远有一种贪心, 他不再像当初似的想的那样了, 他现在要的是品位, 是出去珠光宝气, 是大家的羡慕, 陶自平显然没有能力带给妻子这些, 日子这么一天一天地过着, 理想和现实啊, 差距越来越大, 穆远松呢, 也越来越蛮横, 如果说, 一开始的蛮横, 是为了逼丈夫争气的话, 后来的蛮横啊, 都变了, 他争不争气, 也无所谓了, 我知道他也太争气不了了, 我就为了发泄我心里边的怒火, 我心里边的不平衡, 一九九九年八月份的时候, 陶自平的老母亲呢, 头疼的老毛病又犯了, 陶自平呢, 把母亲接到家里边照顾, 对此, 沐远松, 是左不痛快, 右不痛快, 第三天晚上吃过晚饭, 沐远松找借口, 把儿子打得呀, 瓦瓦打哭, 陶自平的妈妈呢, 就劝儿媳妇, 远松啊, 别打了, 你看孩子哭成什么样了呀, 沐远松呢, 把脸可就摆下来了, 我打我的儿子, 我用不着别人管, 你要看不惯, 你就别住这儿, 陶自平的妈妈活了一辈子了, 什么事不知道, 什么事看不出来, 她知道儿媳妇的用意, 声音呢颤颤巍巍的, 就跟陶自平说, 孩子, 我不让你为难了, 我这就去你妹妹家, 望着自己的老母亲, 一路蹒跚地走了, 两眼泪汪汪啊, 陶自平看着这些她受不了, 在沙发上, 那也是失声痛哭, 沐远松呢, 一点惭愧没有, 反而一脸不屑地就跟她说, 陶自平啊, 看你那熊呀, 哪像个男人, 这事儿, 也就算这么过去了, 1999年10月份, 一个周日的下午, 陶自平的妹妹到了哥哥家, 摁门铃也没人答应, 透过窗户往里这么一看, 陶自平的妹妹陶小琴可就惊呆了, 哥哥陶自平在床前跪着, 嫂子坐在床上, 那是满面的愤怒, 陶小琴在那一边拍窗户一边喊, 哥, 哥, 陶自平呢, 一动不敢动, 陶小琴赶紧就向嫂子央求, 嫂子, 你看在我的面子上, 你饶了我哥吧, 牧远松呢, 也跟没听见识的, 把头往边上一扭, 也不说话, 陶小琴看自己哥哥这样, 看不下去了, 瓦剌一声可就哭出来了, 捂着脸, 就跑开了, 其实陶小琴哪知道啊, 他所看到的一幕, 对哥哥来说这是家常便饭, 陶自平啊, 心里的压力越来越大, 儿子越长越高, 母亲呢, 越来越老, 这正是上有老下有小, 用咱们今天话来说这叫中年危机的时候, 陶自平啊, 已经不敢轻易地离婚了, 可是为了维持这个家, 他又不得不忍受妻子, 2000年7月份, 公司派陶自平到郊区的一个工地施工, 沐远松听说之后啊, 就跟丈夫说, 你怎么又接别人不愿意干的活啊, 你只会出力流汗, 当官发财, 怎么轮不到你, 不准去, 陶自平就赶紧争辩, 我是班长, 我不去, 怎么好意思让别人去呢? 沐远松一听, 顺手拿起水果刀, 在陶自平的脸上画了一道, 你不是逞能吗? 我给你做个记号, 我让你再逞能, 血刺拉一下子, 可就流出来了, 陶自平用卫生纸捂住脸跑了出去, 到了工地, 同事们都吃惊地问他怎么搞的, 他说呀, 骑自行车摔的, 同事们不信再三追问, 他才说, 是媳妇用刀划的, 同事们愤愤不平啊, 就跟陶自平说, 走, 我们找他算账去, 没见过这么狠心的女人, 陶自平摆了摆手爱, 算了算了, 也没多深, 他不想让同事们搅和到自己的家室里面, 可是慕远松并没有把冲突物说控制在家门椅里, 2000年8月份的一天, 陶自平在合肥市七里堂种子公司施工, 慕远松突然出现在工地上, 满脸的愤怒, 陶自平赶紧问, 远松怎么了? 慕远松冲上去就扇了他两个耳光, 同事们一看赶紧把他拉开了, 后来陶自平才知道, 原来是孩子发烧了, 慕远松啊, 怨恨他没有在家照顾着, 就为这事儿, 慕远松竟然当着那么多的人扇了他耳光, 让他脸面扫地, 陶自平这心里边都在滴血啊, 2001年8月9号, 陶自平忙到了晚上9点多这才回家, 一进门啊, 他就特别高兴, 就告诉妻子慕远松, 远松啊, 我们今天发了200块钱奖金, 陶自平是挺开心, 可是妻子呢, 怒气冲冲, 陶自平洗完澡出来, 妻子满脸愤怒啊, 站在客厅里边, 慕远松拿着从陶自平衣服里翻出的300块钱就问他, 这是怎么回事啊? 陶自平赶紧解释, 有一百块钱是小刘的, 你有本事啊, 你的兜脸还装着人家的钱呢? 小刘今天请假, 我负责发钱, 那他的钱当然就在我兜里了, 随后呢, 他就向着慕远松张了张手, 小刘那份给我, 明天还得发给人家呢? 慕远松无话可说了, 可是也不肯善罢甘休, 想要一百块钱可以, 不过你得跪下来求我, 陶自平就瞪着他, 僵吃了一会儿还是叹了口气跪下了, 几分钟之后他站起来伸手要钱, 我还没让你站起来呢, 不算, 陶自平只好又跪下去, 慕远松说, 你跪够了一个小时, 我就把钱还给你, 听了这话, 陶自平在想想妻子平时那些无理取闹的事情, 这陶自平啊, 脾气也上来了, 索性躺在地板上, 蒙着头睡觉, 慕远松一看行啊, 你这是用沉默对抗我呀, 更加生气了, 到了夜里十二点, 慕远松想想那钱终究是人家的, 只好又塞进了丈夫的口袋, 慕远松望望沉睡中的陶自平, 想想这个不争气的男人, 让我为了区区一百块钱换得换失的, 这火苍愣就上来了, 跳到陶自平身上狠狠扇了一巴掌, 陶自平这一挨打, 苍愣一下就醒了, 下意识地用力一推, 慕远松就摔在地板上了, 这还了得啊, 平时都是我揍你, 我让你跪着你竟然敢推我, 摸起一把电运斗, 朝着陶自平就砸了过去, 陶自平一躲, 慕远松呢, 又拿到了一把水果刀, 站起来就说, 我把你弄死, 陶自平看着这刀, 再看看妻子, 突然就感觉啊, 所有的情绪都已经不受大脑控制了, 牙医这么多年的怒火, 终于爆发了, 他夺过刀来, 把妻子摁在床上一通乱刺, 慕远松正在里屋睡觉的妹妹牧师红, 听到动静了, 开门一看, 欧楼一声惊叫, 突上来就跟陶自平搏斗, 陶自平转时朝向小姨子, 又拿着刀一阵乱捅, 一边捅一边喊着, 我做男人了, 我他妈终于做男人了, 8月10号凌晨2点, 慕远松牧师红姐妹不治身亡, 陶自平被警方抓获, 消息传到陶自平单位的时候啊, 所有的同事们都很震惊, 陶自平是全公司的生产标兵啊, 上班十几年都没跟人红过脸, 怎么连杀两人呢? 陶自平的一个同事说, 陶自平老实本分, 不是当官不是经商的料, 而慕远松呢, 喜欢攀比爱慕虚荣, 一直希望丈夫做高官赚大钱, 几乎发展到了变态的地步, 这才酿成恶果。 2001年12月25号,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判处陶自平死刑, 2002年4月13号, 陶自平被押赴刑场, 执行枪决。 说完这个案子呀, 我们再来说说, 慕远松呢, 是有着一种忘乎成龙的心态啊, 强迫着, 陶自平去跑官强迫他下海经商, 但是陶自平呢, 哎, 他算是一个比较宜然自得随遥而安的个性, 什么工作呀, 咱踏踏实实做好了至于结果, 那无所谓。 后来慕远松呢, 又用暴力手段逼迫别人, 包括侮辱陶自平, 这是错上加错, 正因为这两个人的人生观不同, 他们对于幸福的理解不一样, 这才给这起凶杀案埋下了符笔。